主料,面粉150克,辅量,黄油,椒盐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温水一满,放入一汁白糖,将酵母溶于水中静待表面出现细密气泡,将酵母水缓缓倒入面粉盆中,边倒边搅,程序状即可,温柔成光滑的面团,八至两倍大,按板上扫干粉, 取一团面柔光滑,将面团改成大薄片,黄油用微波炉叮一下成叶菜,然后将面片均匀抹上黄油,不要抹太多,但是边角处最好都抹到,再撒上椒盐,不要太多,从一边慢慢扔起成长条,用刀切成一厘米左右的剂子,将剂子竖起来,稍微整成圆形,将剂子按扁成圆形小卷栏,将电饭包盒底抹上一层油, 放入小卷栏,按下煮饭键,翻面,再次按下煮饭键,再次跳制保温时,两面都尖成金黄色了,烹饪技巧,也可涌过小火慢煎,效果一样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